新北市永和大牌分尸案警方8號深夜宣告破案 專案小組攻堅破門局提兇嫌 嫌犯是死者的兒子 共稱因為不滿父親 長期對母親施暴懷恨在心 才殺害父親棄屍 在110年12月8號的時候 當時在早上10點多 那我們接到情子中心 一個很奇怪的電話 這電話是通報說 在瓦窯溝有一個疑似屍體的躯幹 那一開始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報案是從中和分局那邊打過來的 那我們因為剛好瓦窯溝的中線 就是中和分局跟永和分局的一個交界 那我們貨報之後覺得心裡很多問號 那當時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現場就圍觀很多人 那一開始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模特兒的躯幹 因為有些服裝店會用那種塑膠塑料的 那個模特兒的遺架 那而且它那個在整個頸部啊 兩背還有腿部的交接處 都是相當的工整 那我們一開始會以為說 這個是模特兒的躯幹 因為從岸上看到河床的部分 距離是有點遠 根本沒有辦法判讀 而且再加上這個躯幹上面只有一條花內褲 所以很難去想像說 到底是不是屍體或屍塊 那在把那個躯幹打撈上來之後 同時監視中心也已經到了 那監視中心因為比較專業 它從判讀一下到底是人還是動物 就是從頭到尾再看過一遍 發現確實是一個 屍體的躯幹 那這個專案小組就有點緊張了 那一開始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偵辦的方向跟線索 畢竟這個瓦溜溝這麼長 那要分段分段 一段一段的去查訪 這個要耗費很多的人力物力 所以呢當時的專案小組就 把這個整個瓦溜溝沿岸 分成了八個區塊 兩岸由這個對岸就是由中和分局辭區 他們去查訪 那我們辭區就是由中和分局 分成八個區塊來查訪 那沿路就是看看哪裡有監視器 就先去釣魚先去把它拷給下來 因為怕被覆蓋了 那後來我們在整個吊帶子過程中 就是在上游 上游的去查訪到居民 那居民就是 他就很奇怪 他說 那個我們 從案發十點多到下午的五點多 這段時間其實都是一個專案小組 在吊帶查訪的過程 那到下午五點多的時候 就是有同仁回報回來 專案小組回報回來說 他們有去查訪一個民眾 這個民眾 他說半夜兩點多起來的時候 大概兩三點 因為他說半夜起來 他也沒有注意看時間 大概兩點到三點 三四點左右 他起來的時候看到說 怎麼會在這個橋上有人 撲撲一個巨大的丟到水裡的聲音 那當時他就覺得很好奇 可是他也不以為意 因為老人家就上完洗手間 就回去繼續睡覺了 那他也不曉得丟什麼東西 那這個我們專案小組聽起來 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瓦阿鍋其實在那個時間的時候 他的水位並沒有很高 所以丟到這個河床的時候 會有反彈的聲音 這個很大的漸水的聲音 然後再慢慢的往下游流 那一開始我們是想說 如果要氣溼的話 也不應該是從這邊丟下去 那事實上後來我們去發現說 原來這個袋子往前掉掉掉的時候 發現是有人拖著行李箱 然後那天剛好又有下的微微的細雨 天車又很暗 然後他就拉著一個行李箱 拉到橋上去 然後把行李箱丟下去 結果呢 這個好死不死 行李箱丟到河床的時候 突然炸開了 打開了 然後打開的時候 就是整個那個 包括石塊啊 然後頭顱啊 還有四肢啊 就分散開來 飄得下去 當時我們在後續是這樣子發現的 所以應該說原本應該是翔屍案 對對對 營造的是一個翔屍案 是 巨大的衝撞 然後把它拉裂扯開了 那似乎好像也要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他好像也是要趕緊這個 對 把案子把他 偵破的感覺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希望說 透過行李箱 然後透過尾牙溝 然後往下游流 流到心電器 流到大海去 那事實上這個案件可能就會 石沉大海 根本沒有辦法去追蹤 因為 以這個 死者的 呃 他的年紀 還有他的 呃 那個背景 事實上他的 資料 DNA資料是不可能去建黨的 尤其是他身上又沒有 可以組織辨識的牙齒啊 毛髮啊 嗯 這些資料 是沒有辦法在資料庫 比不可以去確認這個人的身份 其實一開始他是可能 營造相思案要流到大海 可是呢 因為他這個動作 太大 因為又加上這個遺體 有點重量 然後他在行李箱 在 呃 要浮過那個欄杆丟下去的過程中 有點磁力 那這中間又有打到那個 在橋邊的一個 大型的金屬水管 所以在這過程中就是 撞到那個水管之後 行李箱意外打開了 打開之後 掉到那個河床之後 就慢慢飄下去 所以當時那個 這個遺體就四分五六就是往下游流 那剛好驅幹 它是比較 比較大型的屍塊 所以在我們 擁而峽區的時候就擱淺了 所以當時才發現這個遺體 所以明明之中 似乎就已經好像就是要讓你們警方知道說 有這個案件的一個發生 對對對 我們當時的想法 所以 他你們掉完袋子之後 如果在十二個小時內 立刻鎖定了什麼 對 一開始 經過建設中心的辯認之後 他確定是人的遺體之後 那因為沒有一個年紀 沒有一個方向 然後 他又沒有 剛才講過了 他沒有辦法從牙齒 從他的那個毛髮去 見別他的年紀的時候 一開始會誤判以為說 這個是不是四五十歲的人 因為尤其是他的那個穿的內褲的樣式 那我們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 會這麼殘忍的方式 會不會是情人 就是童婿人 殺害人 或者是因為黑道尋仇 還是因為債務糾紛 才會這麼殘忍 那這個 案子還沒破獲之前 都是很多種假設 然後呢 我們是根據這個監視影像 一直循璇循璇去查查找 從這個 嫌犯 他脫的行李箱的這個 往回查找 那找到一個社區 在雙和街的某個社區 我們發現他是從那邊出來的 可是呢 這個過程很奇怪 因為他那個那邊的巷弄 非常小 永和地區很多巷弄 他都是小巷子 然後有時候會有出現沒有鏡頭的 沒有監視器的斷點 所以掉到一半不見了 不見了 就很奇怪很離奇 那他從這個A路口進去 從B路口出來 然後穿著不同衣服 我們以為是不同的人 結果我們 專案人員很用心去查找 就是在整個地區去查訪之後 發現 原來他是聯動的社區 他有兩個出入口 這個讓我們更意外了 因為我們很吃驚就是說 這個社區這麼大的社區 我們要怎麼樣從 竹戶竹城去搜尋 真的很難 而且以我們當時又怕打草金蛇 如果我們每一戶每一戶去敲門的話 怕驚動社區 然後也是老民 然後也會讓民眾造成恐慌 因為畢竟發生了一個分屍命案 結果警方沒有辦法鎖定嫌犯 反而去愛家愛戶去查找 這樣子其實 媒體爆出來的效果會更震撼 後來呢 我們另外一個專案小組又回報回來 說這個我們發現有一台 所謂摩托車在案發的那個晚上 他騎機車出去了 然後呢 他機車上面的腳踏板上面 有一個那個加入買的那種 大賣場買的那種 塑膠的整理箱 然後呢他騎出去之後 就丟到一個資源回收廠 然後再騎回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覺得很好奇 就去調那個車牌號碼 發現這個是社區的某一樓的住戶 那我們就懷疑說 這個影像跟我們調的影像有點類似 那一開始的插曲是 這個影像 因為當時疫情關係 大家都有戴口罩 那我們看到這個影像 竟然跟這個社區的一樓的某一個民眾 長得一模一樣 那我們一度懷疑說 這個一樓的是不是就是顯盤 這個機車車號出現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機車的這個車主的影像調出來 他也很像這個 丟棄屍體的這個 嫌疑犯 那 在幾斤比對之後 我又第二次就 又打電話去跟警察官報告說 報告警說我發現這個 後者這個比較像 騎機車的這個嫌疑 他從樓上 他住六樓 他從樓上把行李箱拿下來 然後他行李箱是放在頂樓 然後從六樓的坐電力下來 然後我們又開始鎖定他 那鎖定他之後 當天要行動的時候 因為早上是十點多發現的 到下午鎖定嫌疑犯 到傍晚二十一點二十二點我們要去攻堅 那我們因為怕打草精神 所以我們就是部署的所有的重兵 都在這個社區的周邊 那看了一下樓上 這個嫌疑犯怎麼在陽台走來走去 非常焦慮的感覺 我們擔心說 他是不是要跳樓啦 所以我們當那個一度會擔心說 如果我們這樣冒冒式攻堅進去 他會不會有比較激烈的行動 可能是冥冥之中有安排 我們按了電鈴 他門就打開了 打開之後 他一開始就很嫌疑 然後馬上就說 就哭了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這個到底是誰做的 那個人是誰 他一開始就是 然後引用後來就說 那是我爸爸 你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他長期都是欺負我媽媽 他以前是在台中的安養院住 那回來之後 就是一直用言語 來羞辱我媽媽 那當時我在跟他訪談的過程中 我發現他其實跟他的父親 沒有一個很建議的親情 他一直仇視他的父親 他認為說他媽媽也很辛苦 以他的認知 他是認為說他在幫媽媽 就是等於是一個報復的心靈 就是說他覺得這樣 他爸爸對他媽媽的那個態度 太差太不好 他是替他媽媽出一口氣 案子很特別 他明明就是在中和轄區發生的 結果下游也是中和轄區 就流到永和就卡在那邊 那感覺這個案子就是 要找我們來協助幫忙 那我們會去拜關公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是正義的守護神 我們既然選擇這個行業 就是要面對相關的案件 就算他在困難在棘手 我們都要想辦法去把他破了 替家屬生源 那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案件會找人 並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這個太多的巧合 太多的巧合 而且就是在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還不曉得死者身份 就找到嫌疑犯 這個也是讓媒體哲哲稱奇的地方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你甚至是要做什麼 我就是要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我們在下方的裏面 我們就要做什麼 hydrate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